蠻多條線 我們先整理一下 柯文哲是不是一天到晚跟人家乞討 我的叉叉要裝潢 圈圈要裝潢 這個已經有很多企業組在這個 上一波大規模企業組約談的時候 大家就在私下交流 賀蘭發現柯文哲用的都是同一套 這個要整修 就跟很多酒店妹 都是爸爸會生病一樣 柯文哲的總部永遠修不好 好 當然重點還是在於說 周刊傳出來 柯文哲跟審慶經要的東西比較不一樣 蔡壁如的薪水 意思就是把它做成一個 把蔡壁如變成一個外部助理 企業養的助理的那種感覺 對 這個模式在我們過去 對於政壇政治獻金底下按盤的了解 確實是有的 有很多的助理 特別是所謂的特別助理 那的確就是企業供養的 他的薪水完全由企業出 甚至健保費都是在企業那一邊 他完全是企業養的人 所以他就是同時當政治人物助理 同時也當企業的助理 兩邊來回考 但是朱雅虎的這個傳出來 周刊市出來的消息 還沒有那麼樣的完全代表金華人 就是說這個蔡壁如是這邊的薪水會打點 好 我們先知道有這樣子的一個消息 我們再來看 其實剛剛我們所有釐清的點 都是柯文哲跟中公有千絲萬里的關係 然而在金華城案爆出來的最前期 其實就已經有消息指出 柯文哲曾經在私下談話 碰到困難就找小省幫忙 他已經養成了這種反射神經 共大公共工程只要一碰到困難 沒有人標 找小省 或者是碰到什麼 一時施工困難就跟著找小省 他的意思並不是直接包給他 而是跟他喬一下 喬一下那邊其實關係都已經建立 所以省慶已經不是到了金華城的這一出 才真正的跟柯文哲有千絲萬里的關係 他們是一個攪弄很久的過程 而柯文哲顯然把審計金當成什麼呢 如果真的有 我拜託你去搞定這麼多的事情 那當然你就跟其他那些企業不一樣 其他的企業是負責裝潢我的辦公室 那你不一樣 你變成我長期的錢包 我跟你要掉什麼的時候 這邊掉一下 那邊掉度一下 這個養一下 那個掉一下 所以朱雅虎的角色 其實我之前也在節目裡面提到過 他就是撫會聯絡人 柯文哲的意見過去 審計金合了再過來 他如果審計金合過來太少 他注意我還說這個人比較小氣 就是這個我們都是知道 審計金比較小氣 小氣歸小氣 你的薪水總是要付 好 但是張藝善的這一個 後續的分析 以及說爆料不如說分析 他有一個背景因素就是 原來吳信瑩是要往前面排的 但是張藝善認為蔡壁如必須往前排 因為他當初在喬提名的時候 張藝善有在裡面 所以柯文哲本來就要吳信瑩往前 但是因為張藝善把蔡壁如往前塞 所以吳信瑩就往後退 那柯文哲心中想的是 那我有必要的時候 蔡壁如要拉下來 那拉下來當然要給他做準備子彈 你總不能把他拉下來 不能人家沒薪水 反轉時一勾後 流落街頭不太行 所以一定要先安排好 就是他如果拉下來 那某些錢可以從比如說 審議局那邊可以去聘或是怎麼樣 好 這個就是一個 我只能說是合理的推論 但實質上到底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要看後續的起訴書 不過我還是要提醒 自從洪建議爆料以來 到現在都還沒有 蔡壁如都還沒有去告 我在講他受訪的事就是說 我已經提告了 結果他沒提告 還沒有 洪建議還是每天很悠閒的 在信義區 所以現在的局就是說 蔡壁如也在看 還有什麼東西沒有爆出來的 因為蔡壁如當然 可能跟精華承愛有關係 可是他是柯文哲 在2020之前你負責管帳的人 後面才失事 後面才被柯文哲斷掉 然後柯文哲開始 用李文中這些人來替代 所以蔡壁如第一 前面的政治現金 其他的部分有沒有問題 不見得是你現在 這個以SEL黨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會不會被人操到 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 沈慶清如果跟柯文哲的關係 不是從2020之後 而是從2014 就像剛才小平柯講 2014開始就慢慢的有一些糾纏 慢慢有繳在一起的這種情形 那那個時候負責前的是誰 就是蔡壁如 所以現在或許只是資料 還沒有翻到那麼前面而已 承諾我們講 392到560 這個可能跟蔡壁如有關 560到800是 那個是後面這一批人 現在的出事被壓在裡面 那些有關 所以如果這個案子 繼續往下升決 蔡壁如可能會中 那蔡壁如什麼時候浮上台面 我覺得是滿值得觀察 不過這還是可以牽扯到 民眾黨內部的內鬥 大家都知道民眾黨現在三強 一菜兩黃 一菜兩黃 其中黃三蛋都躲在洞穴裡 左打黃國昌又打蔡壁如 蔡壁如也想揪著黃三三打 想要去拉黃國昌 就是他們三強彼此就互相拉來拉去 那現在的最新發展是我個人認為 雙黃之間可能會失破臉 雙黃之間可能會失破臉 你說黃國昌跟黃三三 怎麼會避免啊 這個因為他們底下的已經卡來卡去 打來打去 放來放去 就像張靜元的東西吧 張靜元到底跟柯文哲講了什麼 這一些話誰會知道 他當年跟柯文哲講那些有的 黃三三應該知道 黃三三應該知道 更早以前蔡壁如知道 那他們誰去跟小玉講的 就跟妳一起講的 這種話誰不會放 我躲在洞裡放出來 大家就在那翻車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 現在他們都知道彼此互相在打了 所以接下來可能就是在這一週兩週 可能又會有新的 關於彼此的梗被丟出來 刺激看看 看大家還會有什麼動作 然後你們說 那這一切跟柯文哲還有關係嗎 沒有 跟他都沒有關係 因為柯文哲已經沒有未來了 現在是這剩下的三王 要去割那個四年六億 所以黃國昌的金聲 被黃三三破掉了 他們會互破 你下去你下去 所以我都講 扯到最後面 搞不好活下來是許甫 喔 餵 上公 上一波 好 博昌功法的奧義呢 就是 所有的小草在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午七點半給妳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千萬次 現在 我要發出奶粉 消極力 周一到周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陪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字幕版 等妳一起來